1911年 张作霖协助赵尔逊稳定东北政局 到了1912年 他就说 本人绝不听从去指挥 必将自帅军队 我信我素 意思就是 你袁世凯要退行共和 我不听 并且又专门给袁世凯打电报 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 本人既不能听从指挥 语气非常坚决 到了2月12日 皇帝退位了 2月14日 袁世凯就在派密使来见张作霖 可见张作霖那个时候在东北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有兵吗 双方护赠礼物 相谈谁欢 到了2月15日 袁世凯当选为大总统 袁世凯的总统是选出来的 不是说那我说当就当 而且是在南京临时国会里边选出来的 袁世凯就派段之贵来了 会见了赵尔逊 袁世凯这个人物呢 我们插开一下 哎呀实在是个人物 他特别善于干什么呢 给上司送美女 比较出名的 他是给那个宰镇 一筐的儿子宰镇 送美女 小翠喜 这一送啊 他就升官 他给袁世凯送 他到哪个地方只要打听着有好看的妓女 就奇获可惧 他给袁世凯送来这个妓女啊 第二天早晨啊 他还在门口等着问安 好像那个意思 看事后妇怎么样那个 好几天都如此 袁世凯说 你那早晨起来都会害 这只有当儿子的才这么样 你又不是我儿子 这哥们儿都是脸皮厚 跪下磕头 那就对袁世凯和干老子吧 赵尔逊呢 是清朝的能臣 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 看改朝换代 他就说 我不做二朝之臣 我把东北地方交代得好好的 我走 从此不理正事 到了1914年 袁世凯让他主编 清朝历史 他信然同意 一个朝代结束了嘛 能编一下史 这是独树人莫大的荣幸 他编了一部《清史》呢 没钱出版 让张作霖出钱出版了 因为编撰比较仓促 他给这个 这部史书啊 定名叫《清史稿》 今天我们还能见到《清史稿》 我这里有一部叫一个交历史的朋友借走了 赵尔逊啊 从东北走的时候 向袁世凯 向了两个人 就是冯德林和张作霖 举见这两个人做市长 一个成了二十七市市长 一个成了二十八市市长 袁世凯十五日当选为大总统 在十七日 张作霖就通便祝贺 好 你干多快啊 到了十八日 南京方面催袁世凯南下救人 其实南京 北京各有想法 南京森中山赶紧修改总统越法 把总统的权力极力限制 并且呢 让袁世凯到南京救人 袁世凯离开了北京啊 他要失去很大的依靠 他不去 张作霖 在二十八号通便全国 不能去 一去了 我北方 尤其东山省 没有总统在北方 这个地方容易乱 这也有一个理由挺好的 到了六月份 蓝天位原来的部下滑便 张作霖快刀弹乱吧 把这次滑便给质压下去了 袁世凯注意到张作霖确实是一个人物 但是 萧雄都有萧雄的因子 他要倚重张作霖 他要防止张作霖 他又派张锡卵过来 希望能加以截止 因为张锡卵是张作霖的干爹 到这个时候张锡卵也难以截止张作霖了 正好那一年呢 又有一股蒙古土匪起来了 他后边是杀恶势力 怂恿着他们作乱 政府命令张作霖 评判土匪 张作霖到银行里取出自己的钱 买枪买炮 坚决打 同时又要求政府 你也得拨点钱 你看我钱都打出来了 其实他算得明白的 买了枪打这一次又打不坏 以后就是刺激的 这个张锡卵呢 给袁世凯看出来 咋得要把戏了 不给他钱 你不过钱 我不打了 我不干 给你给你给你 这个袁世凯发现 张作霖这个小朋友 不好对付 但是呢 张作霖人家在关键事情上 都很棒袁世凯 宋教人案发生以后 他是积极支持袁世凯 到了1915年 他又到北京去见过袁世凯 一见面表现的 就是香蕾蕾的感觉 聊天都是猝辞鼻语 加拿大总统跪下去磕头 在北京一样把八大红洞 都包下来 弟兄们都来乐呵乐呵 袁世凯觉得 这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 其实这个家伙 大得很现在 哎呀 到了1915年 袁世凯当了皇帝了 袁世凯要当皇帝 又是张作霖 坚决拥护 如果是要不同意 袁总统当皇帝 官内有敢反对的 我带兵打他 袁世凯当了皇帝以后 封他一子诀 让他更失望 封得小了 中国各地风气云涌 都反对袁世凯 蔡赫在西南 尤其打得厉害 袁世凯就想调 东北的张作霖 到湖南 去抵挡一阵 张作霖 在这时候看出来了 袁世凯感情地当皇帝 大家都不同意啊 就说好 我去 袁世凯一听他去 好 给响 给枪 你去吧 等枪和响都到手里了 我不去了 你再催我也不去了 段之贵 是袁世凯的干儿子 在东北就负责 监视管理张作霖呢 张作霖 给冯德林商量 咱们把段之贵 撵走吧 行 撵走他 他们两个一唱一唱 来配合着 张作霖 给段之贵说 尚家军 冯德林 要派兵来打你啊 哎呦 那怎么办 没事没事 有我呢 我保护你 段之贵一听 好好好 来回几天 段之贵想着 老师这样不是办法 行 我回天津养兵去吧 辞职就是离开 临走以前 这个财迷啊 把五十万的公款 都提出来 自己带走了 还有些军火 张作霖 也装着不知道 火山上又是 热烈还送 欢迎早日再来哦 在那下面没几站 冯德林的 比较上来 收场 听奉天的 民众团体打来电报 说您呢 携带有工款和军火 常常还有不 把枪把钱都留下了 段之贵回到北京城见了 袁世凯哭的哟 说冯德林真不是个东西哟 那个地方不好干哟 袁世凯说 那谁负责 那个地方 你来了 其他的人 谁在那个地方 好 让张作霖 让张作霖 主管奉天 最后 张作霖正儿八经的成了奉天省的一把手 这一年 是1916年 因为文章 后支破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